接下來我們就要上所謂的周日運動 周日運動意思就是 所有的恆星每天都會由東向西 繞北極星轉一圈 所以長時間曝光會留下星機星軌 像照片上所顯示的 這件事我們以前講過 原因是因為地球在自轉 然後夜空中所有的恆星都由東向西 到北極星轉一圈 會造成這個現象 原因一 北極星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恆星都到北極星轉 而且一天轉一圈 這當然跟觀測結果是不合的 原因二 是你們其實都沒有動 是我在動 是我在動 好 我在動 我自轉軸對著北極星 我自己由西向東轉 但是你們都沒有動 但是相對運動 我自己由西向東 我認為你們是由東向西 我一天轉一圈 你們也一天會轉一圈 你們也一天會轉一圈 所以這件事情證明了地球會自轉 這件事情證明了地球會自轉 這又是我們的證明 周日運動可以證明地球自轉的原因 OK 有關於周日運動可以問很多個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請問他怎麼轉的 什麼方向轉的 你面對的是北方 右手東 左手西 由東向西轉 所以什麼時鐘 逆時鐘轉 所以它是逆時鐘轉 還可以考什麼問題 可以考 我們大家都是一天轉一圈 半天轉半圈 所以我們在相同的時間 走過相同的角度 考試的時候畫圖 說同樣時間 這個走這個度 這個走這個度 請問你這兩個角度誰大 答案叫做 一樣大 因為大家都是一天轉一圈 半天轉 半圈 四分之一天轉 四分之一圈 那到底轉多少 一天二十四小時 轉三百六十度 所以一個小時就走 十五度 所以我拍照 拍了兩個小時 所以我會走幾度 三十度 我看他走到六十度 表示我拍了幾個小時 我拍了四個小時 這又是 我們考試可以問的問題 我們 會告訴你 北極心不會轉 因為自轉軸對著北極心 高中生問過我 我考你 北極心會不會轉 最多寫不會轉 高中老師考你 北極心會不會轉 如果寫會轉 我們的自轉軸沒有正好 對到北極心旁邊一點點 所以北極心會轉 非常非常小的一圈 普通聲 普通聲就說 不會轉 高中老師問你 北極心會不會轉 就說寫會轉 會轉 高中會轉 國中 不會轉 普通聲不會轉 OK 因為自轉軸對著北極心 北極心不會轉 然後 然後北極心的楊腳就是他的尾度 然後北極心無限遠平行光照進來 照進來這兩個腳一樣 這叫做同位腳相等 我跟他互惡魚腳 我跟他互惡魚腳 所以這兩個腳同餘 所以同餘叫做一樣大 那麼這個就叫做尾度 這個就叫做北極心的楊腳 楊有的水平抬頭 叫做楊腳 水平抬頭五度叫楊腳五度 水平抬頭四十五度 楊腳四十五度 所以叫楊腳 所以北極心的楊腳等於尾度 橫谷橫谷的時候 我把這個題目講解完 問學生有沒有問題 學生說有問題 我說什麼問題 他問我什麼叫尾度 我咧 這號稱是國一的地理就學過的 終於就不要問我了 我就問第一老師什麼叫尾度 我們總共會學兩個角度等於尾度 這個北極心的楊腳等於尾度 只用在北半球 因為藍半球看不到北極心 藍半球看不到北極心 所以這句話只用在北半球 這件事對目前的國中不太有用 當然高中這句話是有用的 在星座盤那邊是有用的 那國中現在已經不交星座盤了 所以對國中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可是高中是有用的 OK 所以我們 這裡有個星星 這個星星太低了吧 不安心 然後呢讓它轉 讓它轉 你就會發現它這個上面有個尾巴 沒有短的 這尾巴就是要所謂的 痕跡 心肌 心肌 北極心 每天由東向西到北極心轉 一圈 轉一圈 大家都一天轉一圈 半天轉半圈 所以看同樣時間走回相同一圈 相同一圈 這叫做 我們的周日運動 周日運動 請記得 周日運動 所有的恆星 每天由東向西到北極心一圈 因為我自轉軸對著北極心 它證明了地球會自轉 會考試的一些題目 我剛才已經 有提示過你了 希望你能夠理解 OK